陈小陈妍希最新感情消息 南方探班陈妍希 酒店门口陈小一把将爱妻楼怀里 女方则全程撒娇卖萌超甜蜜 惹得一众网友羡慕不已 传了这么久婚变 这回终于破案了 结婚五年夫妻俩感情好着呢 祝陈妍希和陈小白头偕老 能一直恩爱下去 接下来大家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陈小探班陈妍希撒狗粮 2月22日 陈小去上海探班老婆陈妍希的视频在网上曝光 夫妻俩温馨互动大方撒狗粮 视频中 夫妻两人当天穿着一黑一白的情侣装 玩手进入酒店 当时陈妍希和陈小都很低调 用口罩把自己的脸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两人气质出众 同框时依然很般配 进入酒店后 陈妍希挽着老公的胳膊 紧紧地跟随在身边 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她 眼神中满满都是爱意 期间陈妍希还晃动身体和陈小撒娇 仿佛还是17-18岁的小姑娘一般 随即陈小江老婆一把搂入怀里 老公力十足 简直像在拍偶像剧一样 画面甜蜜浪漫 随后 陈妍希又举着手机跟老公分享着什么 两人紧盯着屏幕 脸上还带着笑意 陈小紧搂的手也一直没有松开过 探班结束后 陈妍希还是独自去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辛苦 在休息室陈妍希没忍住 闭眼睛眯了一会 看起来好像没睡够 不过她皮肤白皙水嫩气色佳 搭配一头浓眉的乌黑长发十分清纯 脸肉嘟嘟的超显嫩 完全就是一个18岁少女 莫过一会 陈妍希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毫无顾忌递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真实的样子让大家很是喜欢 睡醒后的陈妍希立马拿着手机翻看 似乎是在等陈小的消息 忙完所有的工作后 她在助理的陈童夏离开片场 但身旁却没了老公陈晓的身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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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